新加坡水域三天四起海盗 美国霸权退场 中国机会来了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3年8月10号 亚洲地区反海盗反武装捷传合作协定组织信息共享中心 发布报告称在8月7日至9日三天内 新加坡海峡接连发生四起散装货船遭海盗抢劫事件 该机构提醒船只通过该地区保持高度警惕 同时敦促海岸各国提高应对能力 这个事海盗又回来了 在东南亚怎么看 大野猫认为意料之中 有人说这是美国黑手 我认为大概率不会 美国霸权退场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却是主因之一 另外呢 地区需要新的航运安全 以及航运秩序 而有能力达成这一秩序的 只有这一地区的主要霸权国家 或者强权国家 或者列强怎么着都可以 那这个国家到底是谁呢 是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还是印尼啊 不是他们 这个国家必须得 必须得具备制造船能力 海警及海军 以及区域制定的区域秩序的制定 和维护者这么一个形象 所以呢 在这一地区可以制造这个秩序的 那只有中国 除了中国以外 没有第二个国家 这个东西呢 就是现在东南亚所面临的情况 首先回应一下啊 为什么呢 他不是美国的黑手 其实咱这么说啊 美国能不能做出这种事来 肯定可以 养扣为患嘛 说你看这块有海盗了 有海盗了怎么办呢 那我在这块再投资一些 大家跟我合作 咱们再把海盗消灭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美国你现在要做了这种事 你想过后果吗 有一个东西 叫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 美国你想不想过后果 因为这个东西呢 他的问题在这呢 全球海盗什么地方最猖獗 海盗这个东西呢 可以到处都是 因为它跟地区发展是有联系的 你这个地方不发展 我就赚一个块钱是可以的 海上的东西呢 叫海盗 内核里边呢 也有比如说黑帮啊 比如说帮派啊 甚至比如说地方的武装啊 甚至金三角啊 湄公河啊 那这个大家可想 可想而知去吧 对不对 比如说缅北 隔腰子啊 那这都是那种情况嘛 因为缅北它不发展嘛 不发展就会有出现这种事嘛 对吧 全球海盗 什么地方最猖獗呢 首先一个地方 东南亚 东南亚 印尼菲律宾 这边是非常猖獗的 第二个呢 是东非 那东非我们知道是哪 索马里 其实啊 索马里啊 苏丹啊 坦桑尼亚啊 甚至莫桑比克 整个这条线 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第三个呢 就是西非海岸 西非海岸 就当年最恶的黑奴贸易的时候 发生的地方 比如说什么 贝宁啊 多哥呀 尼日利亚啊 加纳啊 塞拉利昂啊 甚至赤道几内亚 安格拉 整个这条线 扎伊尔 钢果 整个这条线 这是西非海岸 这边呢 海盗比较猖獗 第四个地方呢 是传统的一个地方 叫地中海 地中海呢 是比较猖獗的 现在那块难民比较多 但是呢 地中海沿岸国家 尤其是靠着欧洲 欧洲进入的工业化时代呢 使得这一地区呢 就相对安全一些了 就海盗呢 就比较少了 第五个地方啊 可就在美国家门口啊 第五个地方哪啊 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呢 是一个海盗猖獗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不发展 长期呢 被美国压榨 所以呢 今年六月呢 有这么一个新闻 在新加坡和归亚纳水域 海盗活动增多 什么意思呢 新加坡这边 海盗活动增多了啊 这个呢 我们刚才说了 另外一个是归亚纳水域 归亚纳水域是哪啊 是加勒比海 美国眼皮底下 出现了大规模的海盗活动 所以呢 现在这个事儿 是不是美利坚黑手东南亚 赛里斯报复加勒比呀 咱这么说 讲故事你可以这么讲 但是实际情况呢 大概率不是这种事儿 大概率这种事儿呢 还没有发生 如果说你这关是美国黑手 那美国你想花多少钱 影响这个东西 你不考虑吗 你海上养到自重 然后亏你 也得想得出来 关键点是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了这个事儿 你会反噬到自己 但是呢 美国之前也不是没有做过 我们知道在阿富汗 那几个极端组织 不都是美国培养的吗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这么做 但是我依旧认为呢 美国这么做呢 现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个里边关键点在哪呢 就是说呢 如果美国这么做了 那等不等于就是说 中国可以在加勒比海地区呢 或者呢 西海岸 非洲西海岸地区 进行对美国进行报复呢 大有可能啊 那美国能受得了吗 美国很显然 他也受不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你来 你来我网吗 你你打我一下 我踢你脚吗 就类似这种东西 现在这个事是这个 这个共享中心呢 这么说的 2021年全年 82起海盗 新加坡这会儿占了六成 2022年少了一点 55起全在新加坡 今年至今已经有55起了 51起呢 在新加坡 4起海盗呢 在哪呢 在这个 马六甲海峡 也就这边呢 海盗猖獗这个事呢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这个趋势呢 他与另外一件事 是息息相关的 可以说是联合在一起的 就是美国霸权的退场 其实美国霸权的退场 对海盗这个趋势 它是有影响的 而且呢 当美国霸权在这个地方 不再形成自己 这个秩序的时候呢 使得海盗这个出现的频率呢 肯定会增多增多 这两个呢 其实是成正比的 美国霸权退场 地区海盗增多 这个呢 就是这个交换比 这个规律就在这块 我们之前也说过 霸权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如果呢 你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或者你认为主权很重要 除非你是霸权国 否则霸权对你来说 是一个噩梦 因为霸权 首先冲突的是什么 是国家主权 你想维护主权呢 霸权肯定会影响你 霸权影响你的话 除非你自身强大 否则呢 你就会被影响 然后你就会在主权上进行妥协 你的主权呢 会被侵犯 关键点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霸权呢 是一个贬义词 为什么我们认为霸权是贬义词呢 因为我们很重视主权 我们重视主权 我们认为霸权是个贬义词 其实霸权是个什么词 霸权是一个中性词 为什么霸权是个中性词呢 这个里边霸权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公共产品 我们所说的霸权 一种情况是全球霸权 全球霸权在人类发展史上 是非常罕见的 最近30年美国单击霸权 今后很多年可能呢 不会发生了 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地区霸权 和地区霸权之间的平衡 这个呢 其实是常态 对于整体来说 霸权它是一个公共产品 它提供了以下几个东西 首先呢 就是秩序 第二个呢就是安全 然后呢 在实力上 在军事上 在金融上 都能达到一种秩序 都能达到一种安全 和一个稳定的效率 而这个东西 这个秩序 它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发展 比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冷战至今 我们看到 东亚和东南亚 相对来说 发展的非常好 而非洲 发展的非常烂 原因是什么 其实里边有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经常被人忽视 就是秩序 在东亚和东南亚 这个秩序呢 已经形成了 在这个 在这个秩序形成之前 东亚和东南亚也是很乱的 在这个秩序形成之后 东亚和东南亚呢 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区间 这个秩序是什么 比如说 在冷战之后 在冷战开始的 头那么几十年 首先呢 我们看到了朝鲜战争 第二个呢 我们看到了越南战争 然后呢 美国搞了一个东南亚联盟 来对抗中国 中国呢 在东南亚搞了很多游击队 来对抗这个东南亚联盟 使得什么呢 你不让我发展 我也不让你发展 但是呢 在1972年的时候呢 出了这么一套文件 这个文件叫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是什么东西 它确定了东亚和东南亚 在这个区间之后 近五十年 一直到现在的安全和稳定 有了安全和稳定 东亚和东南亚呢 才能发展 所以上海公报 之前姬老爷子 姬辛格 跑到中国来访问 不止一回的提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绝对不能放弃 为什么 因为上海公报 它关乎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发展 和世界发展的引擎 如果上海公报被废了的话 那意味着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到巨大的危机当中 所以呢 这个是绝对不能被废掉的 大家一定要维护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 有了上海公报 才有了东亚和东南亚 今后五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 非洲有这个秩序吗 没有 非洲有发展吗 对不起 没有 这个就是对比 这个其实就是霸权 所带来的红利 这个霸权可以是一种平衡 同时呢 也是一种合作 上海公报 它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 是什么 跟台湾没关系 是什么 中国和美国都不寻求 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霸权 实现了什么东西 实现了两个霸权之间的平衡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这个非常关键 所以上海公报 它是一种秩序 我们看到这种秩序 非洲这边呢 就没有这种秩序 没有这种秩序呢 就大杂烩嘛 你就看着去吧 所以当霸权退场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什么事呢 原先的秩序呢 无法被维护 原有的安全呢 和稳定的会被破坏 霸权退场 怎么退场呢 有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呢 就逐渐的离开 比如说美国 从第一岛链退守第二岛链 关岛退守密克罗尼西亚 甚至奥库斯与澳大利亚 英国从外围结盟 然后里边呢 就不管了 第二个呢 就是转型 什么叫转型呢 美国呢 虽然说了 70%的海军部署在西太 就是西太平洋 但是仅仅负责军事和自身安全 而不是其他服务 也就是说 美国准备牺牲盟友的利益 来充实自己的利益 主动在破坏 上海公报所达成的平衡 也就是说 当霸权退场的时候 要么离开 要么转型 使得原先的秩序呢 无法被维护 原有的安全稳定呢 会被破坏 所以才会知道 我们现在海盗 逐渐猖獗起来了 海盗的活动 逐渐频繁了 为什么有海盗 这个里边很有意思 首先一点呢 是在贸易活动 频繁的地区 可以赚快钱 但是呢 成不了气候 但是他恶心 增加了运输成本 为什么我这么说 在贸易频繁的地区呢 因为无论是加勒比海 地中海 西非海岸 东非海岸 和东南亚 都是贸易频繁地区 贸易频繁地区怎么走呢 比如说你有一个集装墙船 你要么运大宗商品 要么运一般零件 你要运大宗商品呢 走太平洋 走北太平洋这条线 这边有美国海军保护 所以没什么事 没有美国海军 还有俄罗斯海军 没有俄罗斯海军 还有中国海军 还有日本海军 还有韩国海军 无所谓 还有加拿大海军 这边是 这边保护的非常频繁 这就是为什么说 北极航线 在今后会是相对安全的 另外一条线呢 就不行了 另外一条线呢 它首先要走东南亚 走东南亚 然后走安 走这个安大曼群岛 然后走印度洋 印度洋呢 走这个哪 红海 然后从这个哪 到地中海 地中海到欧洲 然后才到北美 这边是险象还生了 无论是马六甲海峡 还是这个哪 还是这个索马里这边 都有海盗的猖獗 所以这边呢 相对来说呢 安全系数呢 不如呢 北冰洋这边的航线 这是头一个 第二个呢 是原有的秩序 被打破 霸权退场 才给了海盗呢 出海的机会 第三个是什么呢 新的秩序呢 没有建立 就是之前 旧的秩序走了 新的秩序没有建立 它中间有一个空档 这个空档 就是海盗活动 最最猖獗的时期 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地方不发展 长期不发展 才有机会做海盗嘛 如果你想 能赚更好的钱 能有更多做赚钱的途径 那你肯定就不会当海盗 为什么去冒险呢 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 把海盗全撇了 行不行 可以全撇了 但是可能性不大 第二个呢 是建立新秩序 可以建立 第三个呢 就是发展当地 但是无论你建立新秩序 还是发展当地呢 它都有一个 时间与系统工程 也就是说 海盗打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时间差 秩序时间差 和发展时间差 也就是说呢 在旧的秩序撤离的时候 新的秩序 还没有建立 但是关键这里边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需不需要新的秩序 我们知道 在这一地区建立新的秩序 只有中国一国 印度没有这个实力 日本韩国没有这个实力 怎么办 那这一地区的海洋型国家 那要不要这样的秩序 比如说我们知道 菲律宾最近在 在这个哪 在这个 在这个南海这块 闹得很厉害 闹得很厉害 这个马来西亚 和这个印度尼西亚 甚至巴布亚新几内亚 他们想不想要这个秩序 如果他们看到了中国又会主导这个秩序 他们跟中国关系不好 或者是他跟中国有敌意 他不想要这个秩序怎么办 这个东西就得看什么呢 海盗对贸易的扰乱 是不是大于自身可控范围 如果大于自身可控范围的话呢 他们希望要这个秩序 然后他也希望中国会主导这个秩序 但是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当海运不灵的时候 还有一条线是可以走的 就是路上运输 就是路上运输 路上运输也可以制衡海上运输 如果海上运输遭到海道的破坏的话 那么路上运输是不是就成全了他们呢 这个里边我们讲的是泛亚铁路 这个里边讲的是一带一路的路上运输 以及土耳其和欧洲的欧亚大陆桥 所以呢海上有海道 他同时呢可能会成全路上运输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如果拒绝 中国主导的海上秩序 那么在路上运输 这个路上秩序一旦被建立的话 就能对海上秩序呢形成制衡 到时候使得海上的一些东西呢 变得不重要了 那这个是不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想要的 也就是说如果路上秩序管理得当 海上秩序管理不当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会成全欧亚大陆上的路上贸易 那这个东西呢是不是菲律宾想要的 如果他再在南海再在仁爱礁 或者黄烟岛这块闹事的话 他是不是就得不偿失了呢 所以这个里边它是一个平衡关系 这个里边它也是双方博弈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如果他想要海上秩序 他只能有求于中国 美国是不行的 如果呢他不想有求于中国呢 那么他会眼巴巴的看着路上的贸易 取代海上的贸易 那这样一块也这样一来呢 对于菲律宾来说呢 不是他们想要的 所以呢那什么是新秩序呢 新秩序中国会做什么呢 首先造船军港和维修 中国呢会建立大量港口 然后呢大量的船只维修厂 其实这个东西船呢不需要太大的船 055肯定不需要 小的海警船就可以了 对付这帮小海盗 第二个呢是海军和海警的合作与培训 那这个呢需要中国海军与东南亚各国的海军进行广泛的合作 和海警执法进行广泛的合作 形成一种新的秩序 第三个呢就是地区发展基金 由中国主导在这一地区各国实现发展 然后呢彻底的杜绝海盗的这个行为 所以呢这是海上秩序 也就是说呢 无论是就是说美国霸权的退场 以及呢海盗的猖獗 他给了中国机会 他给了中国什么机会呢 要么发展陆上贸易 陆上贸易部分取代海上贸易 要么在海上实现自己的新秩序 或者两者兼顾 也就是说呢 美国霸权退场 中国机会来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